評估指數 講個事實道 我就被騙了 我的標題騙 那很多人沒有點進去標題 你就覺得陳建成就貪財 又抄襲還幹嘛 事實就擺在眼前 他就是全世界不同國家 不同國際就肯認的國際級學者 講到戒調 馬英九他是不是也是 當初他也是在教職 政大 政大 政大法律系 然後戒調變成法務部的部長 對 然後他要回去的時候 在政大還有發生過爭議 就是說因為你戒調回來之後 人家不一定要用你 那有些學校覺得這個人 被戒調與有容顏 譬如說剛剛那個中央大學 被戒調的三位 中央大學說我們的教授 被戒調很光榮 而且有些學校會要求那個老師說 你不要辭職 拜託你不要辭職 你讓我們戒調 因為你的名字掛在我們這裡 是光榮的事情 我以前去當台中市交通局長的時候 我也是 我也在大學教書 我也是用戒調 對學校 對我們那種 私立學校來說 有一個教授被政府戒調去 那是多光榮的事情 現在為什麼好像搞了 你現在空間又包銀了 對嗎 回來還可以當門神 然後說什麼領雙心 戒調期間你領不到原來的薪水 空空 領不到原來的薪水 我再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這個 有人講說這個陳建仁去 怎麼特聘研究員 特聘研究員沒有減職 什麼叫有減職 譬如說我們今天這個製作單位 五個同仁 五個同仁有一個人取了 育嬰價請了一年 有一個請了賠償價請了一年 然後公司說沒有 少了這兩個 你們三個人做五個人的工作 這才會引起我抗議嘛 陳建仁去看 不是去跟他減一看 他是特聘研究員 因為他的成就 中研院希望有陳建仁 在中研院裡頭 對中研院是很大的加分 在國際的地位上 剛剛朗東也提到 他是台灣排名第一 全世界醫學專家排300多名 這種這麼優秀的人才 中研院當然不希望你辭職 他當然希望你是戒掉 對中研院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光榮的事情 好 再來看一個抄襲的部分 剛剛朗東說他被標題騙了 有沒有 現在都流行這個樣子 在臉書上快點新聞 就是摸咪台 摸咪台他的那個粉專 他是這樣寫 藍營天后 戰力有夠狂 王鴻威踢爆陳建仁 何暴及醜聞 王驚呆了 你一定不是被這篇騙的 因為他寫了非常多篇 這篇到底是什麼事情 叫做何暴及的醜聞 講講的變成長期蛋糕 不是長期核爆 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就是在王鴻威 現在叫做藍營天后 王鴻威就是在講說 陳建仁有涉嫌抄襲 我跟你說原本就是爸爸 因為沒有這件事情嘛 來 宇嫂老師 我們進一步來看 王鴻威在他的臉書上面 他就講到抄襲內閣無誤 然後他說像是這個狀況 有沒有道德瑕疵 陳建仁當時為什麼要請辭 當時的台大學員會認證抄襲 難道是假的嗎 我跟你說 他其實都是錯字概念 他用虛虛實實去包裝 曾經發生過 然後他們去核說 這個有沒有問題 後來其實認證是沒有抄襲的問題 可是他竟然寫說 學人會認證有抄襲 難道是假的嗎 不是這樣 那我要請教宇嫂老師 因為他其實在應該是07年的時候 有一個台大醫生當第一作者 他寫了一個論文要發表到 這個cancer的知名的期刊上面 那後面就有人 剛剛其實也有提到 他就有一個狀況是 你怎麼這邊前面有引柱 後面又沒有引柱 他們認為說 是不是去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這件事情 結果在王洪威的腦袋裡面 他直接就置入 他在林志堅操作的那個模式 他就說這個就是抄襲了 他們故意把過去我林志堅打他 打得瘋瘋活活 重新又要再來一次 那後來我們看 翁達瑞教授 他不是對於這個論文的世界 他其實非常的執著 他就去找了 這一個內容是什麼 期刊 他去上面去看說 那這篇期刊還在不在 在 在的意思代表什麼 為什麼找得到 就代表他根本沒有抄襲的問題 賴玉莎老師 抄襲這事情很複雜 我有審過的那個立民審查 叫RI TSCI 我審查的時候看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我總是要給他修改意見 完全抄襲 我就跟他講重寫 但是修改意見分兩個 第一個是說 你引述可能要精準一點 或某一個助角剛好是 為什麼會找我審 因為我叫政治學國際關係類 我是這方面專家 所以這是我的領域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你所引述的 我所寫的內容 哪裡有瑕疵 所以我有補這意見 這一篇會讓你過 研究計畫讓你過 可是修改意見要如我所言 但作者不知道是我 因為是匿名審查 中國叫做盲審 第二個我要考慮什麼 說得八 什麼道理 為什麼這個菜鳥醫生 要有九個共同發表人 很簡單 我過去這是寫作策略 我過去要擠到這個I裡面 因為在很多老師心目中 這個張宇嫂才是菜鳥博士 如果我找兩個大咖的 對不對 一起聯名發表 那麼審查過的機會會比較高 所以這位財大的菜鳥醫師 這是他的策略 當然要不要給他掛名 那是指導教授跟其他選擇 這反而說明這件事情是什麼 因為陳建仁夠大咖 果然就只有 那就把師公師爺的名字都拉進來 修改意見而已 最後審查通過 而且陣容非常堅強 這是一個寫作策略 對菜鳥教授 菜鳥醫師 因為為什麼要發表這些學術期間 為了生等 或是為了生主治大夫 所以說這是學術規則 這是學術最基本的道理 王鴻威完全不懂 所以上市打了林志堅 林志堅基本上只能透過 行政程序跟法律成績的方式 來救濟自己論文抄襲的事情 你要去占呈現這個 剛剛好一笑大方 這第二個套路 第三個套路很簡單 人格而毀滅的方法叫什麼 黃明化的遺序 國民黨的叛徒 還有綠營的座上兵 這個套路大家聽起來很熟悉吧 這不在講過去國民黨 還有新國民黨連線 王鴻威這批人在罵誰 李登輝 但是這裡面暗藏殺機 過去在罵李登輝 現在聽起來好像是在講李登輝對不對 但是與其說在講陳建成 不如說國民黨是項莊五箭 再殺誰 再殺侯友宜 這叫什麼藍皮綠骨 簡單講這個連鬥爭都還要分兩手策略 很簡單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幾個資深媒體人 包含了前立委蔡正元 就說陳建仁的爸爸 曾經黃明化過 改名叫做大波什麼的 所以陳建仁要叫做大波建仁 所以說很重要的地方是 他是黃明化 那陳建仁的爸爸是百派的 曾經當過國民黨的高雄縣長 所以是國民黨叛徒 我跟各位說這種說法 基本上一 中國就是這樣子 來以這種方式打擊台灣的本土派 第二個是這是歷史文盲 我就說說阿公的事情就好了 我外公是地方士深 所以說先講有個大前提 中國政權的代表叫清朝 甲午戰爭打敗的時候 有問過台灣的意見嗎 立刻就把台灣割給日本 台灣人立刻從中國人身分的變日本人 有得選嗎 第一個身分沒得選 第二個我外公是地方士深 但是比不上陳建仁他們家 都一樣是地方有影響力的人 日本人來了之後就問你說 要不要改名做鄉親的表率 沒得選 第二個你必須要改名字 否則他會讓你很難受 日本雖然帶來了現代化 但日本對台灣的高雅同事 讀過歷史人都知道 我外公更倒楣的事情是什麼 日本說你要不要讓台籍日本兵 幫我們去南洋打仗 外公沒得選 結果發生惡霸的時候 我外公跟他爸爸 被他們的媽媽 就是長輩藏在眉山的山裡面 為什麼 你也有日本兵的背景 在國民黨眼中 這叫叛亂分子 我外公後來如何活下來 簡單來講 自首 而且在鄉親的作保之下 加入國民黨 所以那道理很簡單 陳建仁的父親 沒辦法選擇自己的身分 所以說陳金戰228對抗國民黨 國民黨的政權一來之後 你這個人是意義分子 唯一給你一條路的選擇是什麼 加入國民黨 然後幫國民黨重政 這故事跟我外公一模一樣 請問陳鳳馨 還有蔡振元 你們要多讀點歷史 人的歷史跟人的一生 是沒辦法選擇的 最後一個結論是什麼 曾經愛錢是不是 趙少康先生跟他講 有一個不愛錢的點贊 叫做好婆村 高峰亮節拼金玉節 結果真相是什麼 他退休奉繼續領 昨天定義委員已經想清楚了 那我再跟他報個料 這個料是金周刊自己寫的 告訴他什麼 好婆村那個職務官邸三百多坪 到後來他沒有行政院長職務的時候 霸佔不還 還當作所謂的招待所 市值十九億在敦華南路 最後怎麼處理 他二次好樓斌要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也知道社會觀感不好 才交給國防部來做處理 沒處理之前誰霸佔不用 開玩笑 在敦華南路共三百坪市值十九億 所以講了半天 你說陳建仁戒掉不行 結果打到僵義化 你說陳建仁基本上是藍皮綠骨 打到侯友宜 你說陳建仁愛錢 打到好婆村 你說陳建仁基本上有許多的道德瑕疵 那很多國民黨都中槍啊 所以我要說的地方是我非常認同 常所委員的看法 什麼叫做實隨之位 視可而止 蘇貞昌院長啊 過去最委屈的地方是他直求對決 所以說藍營人覺得他仇恩值很高 結果你現在遇到陳建仁甚其事 你還有同樣的做法 人家一笑置之 或是無聲甚有聲 柔弱聲之水 簡單你用同樣的方式要去 克陳建仁做的方式是什麼 你只會凝聚民進黨的人的同仇敵害 你只會中間選民覺得你們鬧夠了沒有 我最後還是告訴王鴻威 不要以為論文這一題你吃到豬湯 論文這一題你拿陳建仁來做文章 你根本就踢到鐵板話天下是大雞 論文這一題我補充一下 因為這一題其實是資源回收題 他之前就被打過了 誰打的 鄭毅兄弟打的 鄭毅兄弟就是蔡振元跟邱毅 他們在2015年的時候 總統就算計 邱毅跟蔡振元就聯手 針對這個議題 那時候有一個醫生怎麼樣 講到法院認證 其實他們都會把一些概念措置 法院認證是怎麼一回事 邱毅當時他在記者會上拿出08年的 法院的判決書的內容 然後來說 法院認證有抄襲 先打個問號 因為律師呂邱毅 他就認真去看 是怎麼一回事 到底是什麼樣的判決書 他回應了 他講說 是在07年的時候 陳建仁覺得 這個抄襲的事情 明明就不是那個樣子 可是中國時報是用社論方式 來做了一個評論 陳建仁針對中國時報提出了 誹謗的告訴 是誹謗的告訴敗訴 而不是說他的論文被法院認證抄襲 那剛剛宇昭老師講到說 趙少康是打到了郝伯春對不對 郝伯春的部分呢 給大家看 2006年10月6號的新聞 這個是友台TVBS所做的 他們當時呢 因為有立委在舉發 就說奇怪了 郝伯春啊 他已經是前行政院長了 然後有一個官社是在 敦化南路的巷子裡面 然後就說這個主人應該還是 郝伯春住在裡面 他們就去查證 那軍方的人就有跟他講說 這是我們提供給郝伯春的宿舍 沒有錯 其實他應該是沒有這個資格了 但是呢 當事人沒有住在這裡 所以呢 郝伯春不是屬於他資格的這個房子 他借給其他人使用 我不知道這個借是怎麼借 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鄭運鵬委員 他昨天在臉書上分享到 然後他有一個內容 是從友台的粉磚上面手抓下來的 那我想請教苦林大哥 我們在講的這個錢的部分呢 退休降臨 肯國庫 郝伯春已從國庫 領走了多少錢 四千八百二十六萬 趙薩康顯然 他應該對郝伯春滿心的關係 是來報案想的嗎 這邊講到說三年行政院長一次領的退縫 是七十四萬 一級上將 包括他的國防部長加參謀總長的退縫 二十二年領了四千七百五十二萬 而且還有包括什麼降臨的福利 配防射健保不用錢 水電補助 還有可以領十八趴 還有專屬的配車跟司機 然後包括就是健檢 也都會自己補助或者是不用錢 那你在講說誰什麼錢 其實我後面又想到一件事情 趙薩康他打到的不只是郝伯春 趙薩康有沒有打到他自己 趙薩康愛不愛錢 大家記不記得中廣交易案 中廣交易案 我突然發現那個記憶太好 是一個優點對吧 中廣交易案 黨產會那時候就是有一個聽證會 針對趙薩康二零零六年用十億的價格 去買中廣的股權 可是他是分五年分期付款 當產會質疑說 你當時根本就是等於是用一億 去買了五十七億的資產 那你覺得趙薩康愛不愛錢 來趙薩康 這個講一個大家都很熟的故事 不過必須要做一個引言 就是蘇東坡跟這個佛印 蘇東坡說你看我像什麼 佛印說我看你像一座佛 那佛印說那你看我像什麼 蘇東坡說我看你像一坨屍 佛印就不講話 蘇東坡就自己贏了 後來被那個大師在旁邊說 你信中有佛 看人家就是一座佛 你信中一坨屍 你看人家才是一坨屍 趙薩康就是這種人 趙薩康你罵人家貪財 你說人家怎麼不倫內閣 就趙薩康說這些話的人 就是被仇恨蒙蔽了眼睛 然後要不然就是反映 他自己的內心 趙薩康貪不貪財 不要講中廣交易案 是我的朋友在中廣當主持人 他說趙薩康中廣怎麼會維持 就是賣東西 賣了多少東西 要不要去查一下稅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講到這個郝伯春 那我們要講 稍微故事要拉長一點 李東慧為什麼要用郝伯春 當這個行政院長 因為李東慧用這個行政院長 就把黨政軍阻擋他的力量 一個一個幹掉 對啊 杯酒是兵權 這先來余國華 余國華當了之後 因為余國華那時候票 投票票很低 然後李東慧還是挺他 余國華就感激替林 替他賣命到底 要把余國華換下來的時候 要對付黨的力量 李煥來 你來做行政院長 然後余國華乖乖摸著鼻子下來 那問題是要李煥下來 這就困難很大了 於是就找了郝伯春 還是行政院長這個位置 李煥下來 郝伯春上來 據說那時候李煥很不高興 還去找郝伯春說 你不是說我們兩個同進退嗎 結果郝伯春說 對啊對啊 同進退 你退我進 所以郝伯春就為了 這個行政院長的位置 因為你當然知道 軍人是不可能來擔任政務官的 所以他必須要 不能再當軍人 不是他怎麼高峰亮節 這是不得已的事情 何況剛才講的 退休奉趙琳 他也沒有失去他退役軍人的資格 那問題就在於說 郝伯春有老老實實當一個軍人嗎 郝伯春當行政院長之後 去召集這些國軍將領召開會議 這已經是等同政變了 這個事情要不是葉菊 把它揭發出來 引起全國大華 甚至造成大家的這種示威抗議 郝伯春還不會乖乖摸著鼻子 從那個位置滾下來 我覺得最印象最深刻就是說 那時候大家都說 葉菊蘭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你早就降臨 一定是對你很忠心的 怎麼會去出賣給葉菊蘭 就問葉菊蘭說你怎麼知道 葉菊蘭當然要保護消息 他說我夢見 我夢見 鄭蘭龍偷夢給我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我們今天 如果大家真的 真的要說要扯皮 要扯這些黑幕 扯這些爛事情 我跟你講 國民黨你絕對比民進黨 做一萬倍 所以你千萬不要用這種方式 你還想要針對 尤其是像陳建仁這樣的人 你還想要搞這些手段 你就好好的來問政 你就好好的來問他 所有的問題 包括六千塊什麼時候要交 你這個老保年金要怎麼改革 你這個什麼 所有的你就不要 你如果在那邊 又要打高端 你又要弄什麼疫苗 你又要去弄什麼抄襲的問題 我跟你說 到時候碰了一筆指揮 那不要怪我們沒警告你 不過常作很擔心說 這樣講國民黨都知道了 你放心好了 這一家我食髓滋味 上癮抽鴉片上癮的 戒不掉的 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他們在 其實我有看到 這個陳凤馨他在批評陳建仁 他父親 在228的時候 他面對到國民黨的軍警 跟軍警對峙 他感受到的那個壓力 其實陳建仁沒有說他自己是這個受害者 都沒有 他就是說他那時候感受到壓力 他自己又裝了一個 那他的那個記憶裡面會不會有哪一些年份上面 那陳建仁他當然也有年紀 也已經有一定的年紀 所以這個必須要他自己去回答 但是那個年代 難道國民黨裡面 在國民黨裡面當官的人感受不到國民黨黨政軍警 帶著武器來給你的壓力嗎 怎麼可能沒有這些 只要稍微瞭解一下228 當初在國民黨來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這個事情 我想說有一個源頭 陳凤馨是這樣講 他說陳建仁講說 他爸爸跟國民黨軍隊曾經有對峙 把家族形作為戒嚴受害者這個角色 可是他又是國民黨的前縣長 所以他說因為扭曲歷史 他令人不齒 我就想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嗎 我們要看看陳建仁那時候是怎麼說的 是在促轉委會邀請他做了一個演講 那陳建仁在懷疑就是說 回憶他當時 他是在戒嚴時代的時候 威權時代 連金庸小說都不能夠看 他後來是去美國 我金庸小說不能看 金庸小說不能看 真的啊 因為金庸本名扎良庸 他是左派的 他講神龍島 一群藝人男女在島上 教主先浮勇翔 授與天旗 那諷刺誰 諷刺蔣介石 對啊 誰能夠想像 所以那個時代 所以那時候社交英雄傳 我在大學的時候看到社交英雄傳 在租書店裡面 叫做大漠英雄傳 要改名 然後沒有作者 才能看這樣 就是偷見換日讓你們知道 就讀得到這樣子 所以他講什麼 他說 1947年 二二八發生的時候 他說他爸爸曾經在他小時候提起過 發生二二八發生當時 他們家是在高雄 那一九四五年起 他說他爸爸陳欣安是擔任官派的齊山的鎮長 當時就是有人來 軍人來很兇 又拿刺刀對準著他爸爸陳欣安 要求說你把我拔出去 他其實當時爸爸只會講台語 不會講普通話 他說他到底為什麼要出去 後來有緊張有化解 所以呢 為什麼在陳鳳馨的嘴巴裡面 突然變成戒嚴受害者 對不對 我就是要講說 即便那個時候他作為一個鎮長 或是說他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去感受到國民黨的這個戒嚴的壓力 軍警拿著武器來 跟你哈 這種感覺 這不是不可能的 當然這也沒有 他從來就沒有說 他家是這二二八的受害者 對 但是那個時候 並不是 只是這個被槍決的人 他才會感受到 社會上面的這個壓力 黨政他拿著武器 對台灣人的這種欺壓 這個不需要說 一定是有被槍決的人 更何況 不要講說他當過國民黨的政長 所以怎麼樣 在二二八的時候 多少台灣人是加入國民黨 加入所謂的這個三民主義 青年團等等 最後被槍決的 加入國民黨 不是那時候的沒事 那時候一大堆有事的 更何況還要講就是 其實包括吳敦義前主席 他自己父親不就是二二八 那個時候被抓去關了嗎 我要講的是 後來在國民黨裡面 當大官的 不代表在二二八的時候 沒有受過國民黨 這些軍警的欺負 那既然有 陳建仁也用一個非常 平鋪直樹的方式 再講一個 他記得他爸爸跟他講 他也沒有去誇大這件事 為什麼你不能接受說 別人也有可能面對到這樣的事 吳敦義他家有 所以陳建仁他家不能有 那還是說 你要講說這個 不能在國民黨裡面當官 或者說在裡面當官 一定會不行 誰說的當到最大官是誰 李登輝主席 李登輝總統 他當總統的時候是國民黨 所以他當國民黨的 以國民黨黨籍的總統 當國民黨的主席 到最後現在還成為一個 國際上面認可的民主先生 對台灣來講也有一個 跨黨派的一個認可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唯一現在不認可他就是國民黨 其實現在真的不認可他的就是國民黨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不太知道你是要批評什麼 你要批評的是說 只有這個 就是只要在國民黨當過關的 你都未來不可能出團 不可能做好事 那你們這些人 現在還待在國民黨裡面幹嘛 或是不能有任何跳黨的人 你從國民黨跑到民進黨 而且不是陳建仁啊 對 是他爸爸 所以他爸爸是國民黨的 他自己本身不能到別的黨 如果是這樣的意思說 那你怎麼接受鄭立文 鄭立文現在在你們那裡是戰將 他以前他是本人 他不是他媽媽喔 不是他媽媽是黨外國民黨 按照這種邏輯 江啟臣倒霉了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司馬文武 是江淳男 有人這樣算的嗎 所以我不知道他 他現在要強調的是說 他爸爸曾經是國 那陳水扁以前也加入過國民黨 所以你要講 很多人當兵的時候 都要加入國民黨 我自首我也是國民黨 你當兵都加入什麼 我高三就加入了 高三就加入了 然後教官把我們夏天很熱 把我們叫去一個禮堂裡面 然後就給我們喝 那個很冰的那個酸梅汁 好好喝喔 喝完就叫完 好喝嗎好喝 還要不要喝 我說要 那就加入國民黨 我說好 所以我不太知道 他現在要批評的邏輯 第一個是說 加入過國民黨的這些人 都萬惡不赦 那你自己憑什麼這樣講 或是加入過國民黨 再離開國民黨 都萬惡不赦 那現在社會上 有多少人是這樣子的 第三個還是說曾經加入過國民黨的 他家都不可能面對到任何在戒嚴時期 在白色恐怖時期的任何的恐嚇 或是那一種高壓的壓力 是不可能的 這也是不可能 這從吳敦義家 就你們自己以前的主席 就說他爸是228的受害者 補充一下 這是不可能 我還有一個疑問 我覺得靖遠應該可以幫我們解答 因為蔡智元講說日劇 日治時代成家是黃民化的家庭 他們改姓日本姓叫大坡 如果正式要講陳建仁的名字 那叫做大坡建仁 他到底想要幹嘛 其實我覺得當然 當裡面都會有各種意見的人 因為也會有不同主張的人 那但是我覺得 黃秀柱在那邊舔共的時候 你們都這樣講 當然我沒辦法代表他們講 因為我覺得年輕世代 我們自己跟我們一些前輩長輩 也會有不同的觀點 可是我覺得你說像蔡正元 他們這些人過去的言論 他們很常就是用這樣子 過去這種黃民化 還是說去扯兩岸 扯這個祖先長輩 這一種方式 我覺得大家的感受不會是很好 那你說陳建仁副總統 在我的感受 跟我在想一般大家感受上 應該也不會覺得說他利用過去 他曾經也算是他父親加入國民黨這樣子的角色 來取得政治利益 比起來 我覺得他沒有給大家這樣子的形象 那你說 當然我覺得大家在政治工房上都會做這件事情 你看像王世堅前陣子被民進黨自己人 嚴上的時候 自己人也有人拿他父親出來做攻擊 我覺得這個是不太厚道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各種評論都會有 可是是不是要為了攻擊而攻擊 然後把人家的祖宗十八代都扯出來 然後你講到重點 不要為了攻擊而攻擊 不要為了攻擊而攻擊 把人家那個祖宗八代都牽扯過來 不管藍綠都一樣 確實我認為是這樣子 所以像我剛剛講陳建仁副總統 我覺得你說借掉事情可以談 但我覺得不用去談到說人家父親怎麼樣 對 逸川哥是這樣的 我們看這是今天中國時報 他說敗選政府 就是敗選了然後政府主心格 蘇貞昌寒願下台 那其實因為蘇貞昌他有講了一個 就是說他認為的是人生的哲學 是那個茶壺跟茶葉的那個哲學 他送給閣員茶壺跟茶葉 他是說你要當一個茶壺 你就是茶好茶倒進來之後 然後你要耐高溫 把這個茶水倒給人家喝 那自己肚子剩下其實是茶葉的渣渣對不對 他們就拿這個來做文章說蘇貞昌是韓願下台 沒關係那個是各自解讀 還包括什麼呢 來中時新聞網寫了一篇 他說傳出一度不是有講說什麼 吳釗蟹可能會跟蕭美琴互換他們的職務 那外交部長跟駐美代表會互換 最後兩個人的留任原職 是什麼樣的原因呢 他們就引述了郭勝亮的說法 就講說吳釗蟹是被美國給退貨了 退貨 這不就是很嚴重的事情嗎 對就是說跟我說 國民黨現在的三部局 第一部先在亂說 吃消息吃訊息 他們說蘇院長什麼韓願下台 他在做什麼事情 他就說最好這個標題出來之後 蘇院長的子弟兵 有人去跟媒體說 對啦 我跟你說 我們議長是很不爽的 我跟你說 怎麼樣怎麼樣 我跟你說 媒體會說消息人事指出 親蘇人事指出 這樣 現在在等這個嘛 蘇議長 要拿一個吊耳是不是 蘇議長是工業這麼久了 插政典這麼久了 民進黨做過行政議長的 來來去去 以前郵院長也做過 謝長廷也做過 蘇議長也做過 這位蘇議長還回鍋 多少錢也做過 大家來來去去 政典就是這樣 如果政府官做行政議長 可能一件事你就要留待了 一件事 沒有那個行政議長 走的時候是開心的 你說一個行政議長 就大家都很開心 但你也是會說 我做得很好 我就做得很順手 怎麼會 大家都心裡有一個 一個 壯志未愁啦 所以一定會比喻 他是講國語 可能跟不貼切 我告訴大家 他說的就是泡茶 我附近泡茶 泡茶的時候 有三萬嘛 兄茶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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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萬 他現在在投的時候 本無公平 這個泡茶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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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忍受 所以說這個都是有他的心路 歷史 可是國民黨就把這件事看 可以引起 看那個蘇院長 最好是蘇草惠出來說 對啦 我們爸就是這樣 這樣這樣 等著嘛 沒了嘛 國民黨那時候沒了嘛 先撒在亂說 有照射一條也一樣 像潮州說什麼 蕭美群要回到那裡 有照射要去 來來去去 結果既然粗暴說沒有這件事 之後說 我跟你說其實有啦 你不知道 消息人士指出 你都不知道 那就是 有一個名字 剛才 吳釗燮的名字 拿去美國的頭子 美國就說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退位退位 動作沒有發生 沒有事情沒有發生 這個故事怎麼變 變變了之後 操作籌問子 就說吳釗燮不夠格 連駐美代表都不夠格 還當什麼外交部長 明天就一個民調 就做一個民調說 吳釗燮適不適任做外交部長 不適任 是不是要做駐美代表 不適任 是不是要繼續在內閣 不適任 就三部 操作籌問子 第三做民調 所以這整個套路 民進黨不會上當 尤其我們送議長這麼聰明的人 哪有可能說一個標題 真的有發現這些事情 蘇院長 這是做到行政議長 台灣歷史上任期最長的行政議長 四年 做那麼多事情 他現在可能回去 他說他要做他們太太 他們太太在圍堂 圍堂的時候 他說他要專門給他拔給他 狗立放他洗洗什麼 他拔什麼 我跟你說 國民黨後面就操作一件事 我正先預告 就是蘇院長的夫人 有一張堂的材料 蘇院長大臉是說 你看看我沒有這個有漂亮嗎 這樣 現在國民黨你看 那裡面一條刷就代表什麼 那邊這麼動物有沒有 那手啊 我告訴你 那就是英語蔡英文 英語三個都三個 三個都說 說完之後他又來了 所以這整個的套路 就是套過這些媒體 然後呢 第一我要說一條 第一就是先 三個都說 假消息 假新聞 第二操作籌碼值 第三做一個民調 三部曲 接下來的一年 民進黨要接受這樣的條件 尤其這假信 第一時間要回應 各位我們現在回應 現在發言人陳中彥 那氣勢有夠了 如果沒有資料回應 像這個評論員 大家可以讓他們回應 主要傳來 幫你倒說 不然陳建仁說話 慢慢來說 有時候說會太慢 我們這種會說下去 速度會快 你的開口有啦 接地戲 我補充說明一下 吳釗燮說什麼 他說我本地就不去 我又沒有要註美 那怎麼會變成 有被人家退貨這件事情 都是假 要講清楚 那包括蘇稱昌的部分 有沒有怨 今天的場景很清楚 播出來這張照片 你看 仰天常笑 是笑起來 笑出來的那個笑 你看他笑得很開心 他接待了陳建仁 還有就是他們夫婦 他說我其實也沒有要退休 就是剛剛益川哥講的 他太太畫畫 我就幫他洗畫筆 蘇貞昌的女兒 蘇巧惠 或者是孫女 蘇姬倒回來 我今天帶他們出門了 然後他有講 他有講到說 小英總統有跟他講 你電話也是要接嗎 因為他就希望說到時候 我有什麼希望你幫忙的話 要諮詢的話 你要接電話 他說放心 儲江湖之源 我還是會憂其君 對國家還是會有憂心 這個對不起 因為牽涉到我的專業 中文系的 因為儲江湖之源 就是說我現在已經到民間去了 已經無官無職了 但是我還是憂其君 我還是會為總統分憂分擾 這是很夠意思的 雖然說我不得以這個形勢下 我離開了 離開當然是捨不得 不要說是貪戀戰 就像你講壯志未愁 但是那另外一句是什麼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這我在做的時候 我就天天想老百姓 不要讓這個什麼 什麼中國豬瘟進來 非洲豬瘟進來 怎麼樣來防疫 所以在廟堂上 我就為老百姓著想 我現在雖然無官一身心了 可是我還是會為 這個總統來分憂分擾 這是什麼 這是越洋邏輯 越洋邏輯裡面 最典型的兩句話 先天下之幼兒 又後天下之樂 所以你為什麼不講這個 你講個茶壺你又聽不懂 茶壺是壞話嗎 那是莫名其妙 我要討厭都不讀書 我聽說他那個茶壺是引用另外一個 他應該是寫比較像是新詩 你那個是古詩 那可能新詩的意見 有些人比較沒有接上 所以被人家做文章了 接著我們看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 陳建仁他的整個內閣 亮點 當然這個部會首長有亮點 可是我們還要看的是 市長有一個很特殊的人物 是李淳 李淳大家比較熟知 是因為他是中華經濟學院 WTORTA 中心的一個資深的副執行長 對不對 那我們要認識李淳 不只是從他的外表開始 要從四大公投裡面 跟萊豬有關的那一段 他對上的人是誰 正反的辯方 他的另外一邊 他對上的是趙少康 我們來看這一段內容 如果今天通過了 我們就會再一次的背信 再一次的違背我們自己的承諾 再一次的不按國際標準 但是又不拿出 沒辦法拿出科學證據 而且第二個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萊豬真的有食癌的問題嗎 如果萊豬有健康的問題 說實話我也反對 但是我們從事實看得到 其實他對我們國人的中毒的風險 趨近於零 我反萊豬 我愛美國啊 我愛得要死美國啊 我開的是美國的特斯拉 我買東西才能到Costco 還有Costco的這個金卡 我用的是iPhone 我再跟各位講 我愛美國愛得要死啊 這種不守信用 不遵守國際遊戲規則的問題 才是真正現在惹惱美方的 各位有看到那個橘色的 這個最高的這一根柱子 90.7%國產豬 也就是說我們每花100塊在豬肉上 有90塊你會買到國產豬 100塊你只有1.2塊會買到美豬 各位 我可以說美豬比日本製的壓縮機還稀少 所以今天就算有人要刻意去吃 有萊劑的美豬 可能都很難很難可以買到美豬 會為了一點點萊豬 就跟台灣斷絕關係嗎 就不顧第一島鏈的重要性嗎 如果全世界都用名義來決定 產品可不可以進口 那台灣會是全世界最大的受害者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明明沒有證據 我們也沒有食安的疑慮的 這個證明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不用這個國際標準開放 是對台灣最大最大的傷害 12月18拜託大家18案 萊豬一定要投不同意票 好其實李淳 他當時有一句名言很厲害 是什麼 他說萊豬比日本壓縮機還要稀少 這句話一天大家都懂了 他可以用一個可以跟民眾 民眾又能夠溝通這樣子的語言 來表達 因為有些可能學者 或什麼太講的話太文章章 人可能會聽不懂 比日本壓縮機還要稀少 聽不懂 馬上就懂了 因為廣告詞都有嘛對不對 但是我好奇的是一個專門在研究WTO比較是貿易談判的這一塊 那小芳姐問題是他現在接著是外交部次長 那我們想像中WTO是經貿的那一塊 這兩邊要如何連結呢 事實上我覺得一點都不違和 原因是因為李淳呢 事實上他本身是法律專家 那他除了對於WTO之外 他還對RTA他其實是相當的了解 那事實上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一段是在這個2021年的時候 四大公投他為美豬美牛他來進行辯護 但大家知道嗎 他在更早以前 如果我們回想在2013年跟2014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ECFA大家還記得嗎 如果那個時候的ECFA他其實是站在正方 也就是支持ECFA的那個時候 所以我知道今天在臉書上面有很多人在討論 說這個李到底李淳他是怎麼樣 是被說服了嗎 他是已經便捷了嗎 是已經投向綠營了嗎 還是呢他到底是來臥底的 那你看到這幾年來他的一個變化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現在小英政府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一個成就 就是說不管你的意識形態是如何 李淳可能在經濟上面 可能在意識形態上面他是比較偏藍的 但是呢他為了共同 我們最大的共同的利益就是中華民國 他為了中華民國 他知道在經貿上面 他知道在法律上面 他要維護的是中華民國最大的利益 他願意站出來來挺中華民國 我覺得是最不容易的 更不容易的是你知道去說服他的 是我們可以說是最毒的那位外交部長 叫做吳釗燮 是吳釗燮親自去說服他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 我必須跟大家講 台灣的這個外交在這幾年來 小英政府從2016年到現在 其實起了很大的一個轉變 特別是在跟各個國家的緊密經濟關係 在美國的部分 我們現在在談的有21世紀經貿的這個夥伴關係 還有緊密的經濟夥伴關係 這兩個美國的這個緊密的經濟關係 其實呢在外交部也好 在經濟部也好 過去一兩年來長期都是找李淳來擔任顧問 找李淳來開會議的 然後我們跟英國也有更緊密的一些的這個經貿關係 然後我們也有英國的部分 還有CPTPP的部分 這個都需要理存 他在法律上面 他在經貿上面的一個專業 過去呢我們的外交是比較保守的 我們外交大概就是只是送往營來 對於國內呢 這個有人出國的時候 可以去接送機場接送而已 但現在我們的外交 因為在國際的局勢大變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我們需要有一位 跟我們蔡總統是相同背景的 他了解WTO 他了解國際經貿關係 那他能夠幫台灣去進行談判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我想講的是 因為我們動不動就被中國欺負 我們有農產品有水產品 動不動就被中國這個禁運 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 只要中國對國民黨 對靖岩的國民黨 只要事宜小會 那你找了陳玉珍 找了這個洪秀柱 好像這個國民黨就覺得 哇全台灣都要感謝他 好像朱立倫就覺得說 哎呀你們民進黨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然後國民黨做很多 哎不要忘記哦 就因為中國進了台灣的農水產品 民進黨把所有台灣的農水產品 把這個目光轉向全世界 你知道現在美國跟日本成為台灣 最大的農水產品的這個出口國 以美國去年2022年來講 總共進台灣出口了有150億美金 有這麼多 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他們對於農水吃的東西 他們是最在意 他們對於食安是最在意的 現在台灣可以出口這麼多東西 那你在看整年的 我們的總體的外銷量來講 我們過去有中國 我們出口的也只不過那麼一點點 還要被中國還在那邊求 也要告奶奶 還要靠著陳玉珍拿了一瓶酒 到中國去賣 但你知道現在我們都不需要 我們跟這個國際上面 只要進行正常的 一個公平透明對等的一個貿易談判 有李純這樣子的人 他們去幫我們進行談判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東西賣到美國去 賣到日本去 有關於水果賣到 比方說美國或者是日本 我有看到網友在我們的頻道下面 YT頻道下面留言 他是應該是美國的僑胞 他說因為昨天我們看到國民黨在批評 陳吉仲怎麼還不下臺 然後他的感覺就是我們很謝謝陳吉仲 那當然也可能要外交上面也要幫助 那這個農委會的部分也要協助 因為很想念台灣的拔蠟 可是吃不到 可是美國現在可以吃到 所以他就說這個其實也是應該是農委會有幫了很多忙 那其實外交部也有協助很多 對農委會外交部跟經濟部 我相信這都是絕對有很大的一個幫忙 我昨天只好跟阿苗在友台同台 阿苗才剛從這個歐洲回來 他告訴我說 你知道現在歐洲的蛋 歐洲的通膨是非常嚴重 法國是以核電為基礎的 法國的電價現在漲十倍 一個面包 電價漲十倍 核電不是漲十趴喔 是漲十倍喔 所以一個面包是漲好幾倍的價格 你知道這個法國在歐洲的蛋 六顆賣多少錢嗎 賣3.5塊歐元 那一塊錢的歐元我們就算35塊好了 六顆蛋賣一百多塊台幣 我們六顆喔 所以現在有些人在說 什麼蛋價好貴啊 什麼什麼東西好貴 你要看看全世界的狀況 再來想想台灣的狀況 只有一個可能 那就是你是國民黨 或者還有一個可能就是你壞心 你忽略了你國際上面現在遇到的一個狀況 然後你才會去曲解國際上面的狀況 你來這個作践台灣 你來唱衰台灣 現在看到這個最壞心的 要跟中國唱課的 我想大概就是國民黨了 關於李淳 宇曉老師跟她是有什麼樣的相似嗎 要評論李淳 我算是有點資格 因為整整認識她30年 你認識她30年 我認識她30年 我大學的時候是民傳演變設施市場 李淳是輔大演變設施市場 她很會編 她的故事最有趣的地方 在那分幾階段 前陣子補選 大家認識吳怡農了嗎 我可以說李淳就是學術界的吳怡農 雖然沒有像吳怡農那麼帥 他四四文文 人家很帥 你不懂年紀 四四文文 李淳最討厭人家說他很帥 為什麼呢 小學國中都在新加坡念書了 可是要修正 玉慧小方一件事情 他非常的本土化 雖然他表現的形式 很像是藍營的學者 可是他內心 老是跟我講 嫌我不夠綠了 所以說高中了 他回來臺灣念書 念哪裡念基中 然後大學念輔大 所以說他大三 我大二的時候就認識他 一直到現在為止 好 愛臺灣嘛 他明明可以當新加坡人 家裡在新加坡是有自產的 但是舉家搬回來臺灣 大學念輔大 辯論口才辯解 跟我一樣都珠穗杯 最要辨識聲音 學生辯論的殿堂 接下來是什麼 就當兵 就跟吳怡隆一樣是當兵 他當通訓兵 國民黨有幾個人 敢佔這樣的學歷跟資歷 中正研究所 專業電信法 博士念澳洲國際經貿 所以說你可以發現 私立非常穩整 但是大家對他比較熟悉的是 除了來新臺灣加油之外 主要就跟趙少康這一場的 世紀之變好了 剛才大家看到那個影片 趙少康從頭到尾就他的風格 不講道理 訴諸情感 我最愛美國了 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 我也愛動 我也吃牛肉 他到底講什麼論點 李淳的變風跟說服溝通的方式 就是理性 就是專業 我跟你講數據 我跟你講遊戲規則 我跟你講 利弊分析 所以趙少康跟李淳這一場 趙少康好像成為他的對照組 一個叫李信 一個不好意思 叫什麼跳樑 叫什麼 叫做王安全全就是戰鬥籃的風格 那我覺得李淳能夠入閣 剛好就體現 陳建仁內閣的一個穩重的特質 需要專業 這時候不是在跟趙少康 比戰鬥籃 或是針鋒相對 講道理 溫文儒雅 然後口才便起 剛好對照組這些戰鬥的 難樂跟無力 我們接著來看的是 誰在跟對岸老共在唱和 那我們現在國際情勢又是如何呢 美國的眾議院議長 之前是裴洛西 現在新當選的是麥卡錫 那麥卡錫呢 他就說他有機會 他希望在今年春天來訪問台灣 那時候他也不知道說 他會當選 那可是因為現在這個情勢裡面 你又動算了 你又要來 那你看馬英九又來了 馬英九就講說 當時裴洛西來就演習 政府你一定要慎重面對 不要讓這個事情一再的發生 也就是說 他老共給他的壓力是有效 他就要在台灣裡面鼓吹 這樣的一個風氣 再來我們來看的是 對比國共在那邊做呼應 可是國際有人挺台灣的力道 歐洲 我們感覺台灣跟歐洲 應該不是很熟 甚至有一些歐洲的朋友 一聽到台灣 他們以為是泰蘭 以為是泰國 我們來看的是 捷克的總統當選帕維爾 他昨天晚上跟小英總統通話 長達15分鐘 那他有特別強調是 台灣是非常可以信賴的夥伴 也支持台灣 不要受到威權主義的脅迫 我們先一起來看 國造天空飛彈隨時備戰 因應共軍對台戰機飛彈威脅 不保護將素有台版薩德稱號的 天空三型飛彈 部署到彈雪河口 防衛首都中屬安全 不過藍營卻疾呼 台美密切交流 可能已來中國不滿 回頭新來 已經帶來很大的問題了 我覺得我們政府一定要慎重地面對 不要讓這種事情一再發生 我們更期待兩岸能夠合體 能夠穩定 讓民眾也能夠過好日子 捷克總統大選順利落幕 尤其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帕維爾 以5×8投票率勝出 也是捷克獨立後第四任總統 總統蔡英文第一時間代表臺灣政府 和人民對當選人帕維爾 表達註客 30號晚間總統蔡英文 更準總統帕維爾舉行電話會議 雙方通話全程15分鐘 氣氛相當融洽 外交部長吳昭信已陪同在旁 通話過程總統代表臺灣人民和政府 恭賀帕維爾將軍高票當選 帕維爾強調將會加強與臺灣 發展各面向合作關係 也讓台階關係持續深化 我覺得其實大家會好奇的是 捷克總統當選人 這個準總統他為什麼會打個 就是跟小英總統來做通話 而且我看到有報導說 他一通是打給澤倫斯基 另外一通就打到臺灣來 跟小英總統通話 那代表的意涵是什麼 我們已經要上了這個 在澤倫斯基之後 是什麼樣的意義呢 我想我們這幾年其實臺灣在國際社會裡面受到重視是非常的明顯 那以這個歐洲非常重要的一個民主峰會來講 其實就是在這個丹麥哥本哈根的民主峰會 他大概已經連續幾年都有邀請蔡英文總統 他是用視訊 其實去年就是蔡英文總統視訊 然後澤倫斯基也用視訊 然後以及其他各國包括瑞典啦 其他各國的總理啦 那包括像美國前總統歐巴馬也到現場 所以在世界各國的重要的峰會裡面 這些國際論壇裡面 臺灣議題本來是印太區域議 後來去印太區域的議題又聚焦在臺灣 聚焦在臺灣之後呢 本來過去可能就是會請各個國際的這一些 這個專家或是這個政治領袖來談印太的問題 但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就是要請總統 臺灣的總統自己來臺灣的議題 那去年我也受邀作為臺灣第一個國會議員 在那邊演講的一個來賓 我到現場的時候感受是很深刻 就是臺下都是各國的國會議員 那以前他們也會談臺灣議題啊 但是臺灣談臺灣議題的時候 臺灣人可能在下面停啦 其他國家的人談說 這個亞太地區印太地區多麼重要 然後這個也有邀請臺灣人來 那現在不一樣 臺灣人是主角 臺灣你要上去講你要什麼 包括總統你也要收邀 包括現在在歐洲這樣一個重要的 有代表性的這個 這個後進民主國家 他的總統當選人 他在當選之後 他怎麼看待國際局勢 他的一舉一動 他想要站在哪一邊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重要 他打給蔡英文總統 除了他關注臺灣以外 他也這個表示了他未來捷克 他認為應該要走的方向 那這個方向對 其實我在參與國際會議的時候 我可以感受得非常清楚 就是立陶宛 或是一些支持臺灣的東歐國家 他其實不外乎是有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他希望能夠表達 支持臺灣的力道 第二個他希望告訴那些 先進的民主國家說 你不要讓我們跑在前面 我現在就要做各種動作 給法國 德國 英國 這些西歐國家看到說 你們常常覺得比我們還進步 但是誰在關鍵時刻 真正的願意跟臺灣站在一起 我們做給你看 要不然我們也是一直 受到中國的打壓 所以我要講的是 捷克總統做這一個決定 不只是支持臺灣 不只是給捷克人民看 我覺得更重要是給歐美國家看 我相信捷克大使館 中國在捷克大使館已經抗議 馬英九一定會說 可不可以拜託捷克總統 你不要這樣子挑釁中國好不好 你不要害臺灣好不好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 我覺得馬英九執政那八年 最可怕的並不是說 他實質上讓臺灣 變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不是說在法理上 讓臺灣變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而是在實際的意識形態上 他的政府的執政的 這一個想法裡面 每一件事一定要先問中國 你看裴若西要來臺灣 你就是沒有先問問看 中國答不答應 人家不答應你就讓他來 果然就演習了 你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為什麼要跨他們的名稱 所以他最可怕的地方 你看他每一次都會 以前馬英九在當 包括現在很多藍的也會說 你告訴我們哪裡賣的主權 我們哪裡賣台的 你這句話就是賣台 不是法理上賣台 而是你這一整群 黨政高級知識分子 精英分子掌權的人 都是用實際把臺灣的主權 必須先問過中國的 這一個形式邏輯在做事 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你在檯面上 我好像沒有跟中國 簽訂任何的東西 但我做事就是變成 我做事就是凡事 只要如果北京會不高興 臺灣就不應該做 所以接著麥卡錡 如果要來的話 馬英九他不會講說 希望中國可以看到 這個兩岸 已經經過了幾十年的 這個以前 現在柯文哲也很愛講 什麼互信 什麼互相了解 什麼什麼 以前二十幾年 你一定要了解 臺灣就是一個 自由民主的社會 國際上面跟臺灣 有共同 享有共同價值的 就會來支持臺灣 馬英九如果把臺灣 當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或說他說 中華民國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就應該說 北京應該要 這個習於 看到民主國家之間的 這個正常的造訪 所以麥卡錡來臺灣 本來就是一個正常的事 去年裴洛西來了以後 他也沒有跑到金門去 一直罵中國 然後說我們現在要挑釁中國 沒有 他來臺灣 參訪臺灣的人權園區 來了解臺灣的歷史 然後來支持印太區域的安全 麥卡錡來 我相信也是這樣 我要講的就是 我覺得馬英九 以及包括剛剛朱立倫 後來講的 那一系列 養中國之鼻息的講法 其實就是現在最危險的 他們滿口講的 他們哪有賣台 他們哪有 這個上司主權 但重點就是 他不是用法理 法治上面的方式去做 而是他就是在推銷這種意識形態 讓大家都接受就是說 我們本來就是什麼都要問他 我覺得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好我讓靖妍來回應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可以做一個好好的 獨立的一個民主國家 可是呢 在某些藍營 正在操作 然後都希望說 我們要先去奠奠自己的精良 我們先去看看別人的臉色 我們要確認說老大哥不會生氣 才來做一些其實其他的這個國際交流 那你作為比較新生代的國民黨 你怎麼看 我們小國要在國際政治的局勢裡面生存 確實不易 但是中國大陸對我們有威脅 是事實 對我們想要逼近 也是事實 能不能夠在這樣的群世下面 我們透過這個和談 然後取得和平的合作 我講的和談不是說要找他們去北宮取西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透過對話 不是說要代表北宮取西 這個是前提 但是實際上 第一我認為這個有兩個要檢討 一個是對岸必須要檢討 往往我們在倡議這件事情的時候 對岸拿出來的表現 很常會讓國民黨被攻擊 說你看 國民黨講這樣子的話 就是在幫對岸講話 實際上就是在附和對岸 這個是中國大陸他們自己要去檢討 你希望兩岸真的和平相處的話 你要給台灣空間 無論是國民黨 還是希望兩岸和平的人士 包含一下賴清德 他現在就任民進黨主席 他在講他希望兩岸和平發展 我覺得無論是國民黨 無論是民進黨 甚至是民眾黨好了 我們只要是希望兩岸 可以和平發展的政黨 那中共都應該要拿出態度 拿出誠意 而不是只是一天到晚 那邊文攻武嚇 或者是說像這一次 我覺得陳玉珍到大陸去 陳玉珍怎麼不去說 共進不要再擾台啦 共進也不要過來啦 我們都已經弄好了一條線 這是國際的規範啊 你們就要遵守啊 我不確定他私底下 有沒有這樣子跟他們表達 但是公開 就像我不會給人家沒面子 比如說像之前我到大陸去的時候 你也可以講 你剛剛不是講說中國要檢討 你是很溫和的講嗎 陳玉珍跟我一起上節目的時候 親口講北京中央啊 這個絕對有電視畫面為正的啦 這個我們可以replay很多次 比如說我要講的是 像陳玉珍這一次 因為確實 中共他單方面的 直接不讓我們的農產品 甚至經久這樣子輸大陸 那他到大陸去 然後就這樣這樣子的溝通 至少現在取得解決了 我覺得大家想要看到的是 如何能夠解決問題 那你說陳玉珍現在是立委啊 他去他是代表政府去嗎 他有賣台什麼嗎 那個陳玉珍自己也講 那個很簡單的 只不過是一個文件上的一個疏漏 這麼簡單的一個文件上疏漏 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個立委 去跟一個宋濤然後去談 那為什麼不讓這個長州委員去談 所以他目的就是要矮化台灣嗎 為什麼你們永遠現在這個邏輯 永遠出不來呢 這是最大的問題 對我真的想說 就如果是文件的問題 就是類似陳玉珍要做這件事 其實陸委會就可以做 對啊 其實海基委員 一個科長就可以做 為什麼要一個委員去呢 那他一定要把他升高到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他就有他的政治性目的嘛 他如果事務性的問題 我要用政治性的方法解決 而且是一個我喜歡的人來跟我談 他就有他背後的政治性的一個目的 那要不要配合他這樣子去玩 我覺得這國民黨自己內部要思考 因為他不會只玩一次 他發現這一次成了 他就以後都這樣子玩 那所以第二個我要講的是 其實國民黨一直陷在一個問題裡面 就是總是兩邊都要對話 老實說我要講的是兩岸之間 這個的這個交流 所謂的 我剛剛才特別查了 因為柯文哲講的互相認識 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互相妥協 這個也是國民黨長期講的 不是柯文哲自己發明 這幾十年來的互相認識 就是 中國到底認識了台灣什麼 我們希望他認識的不外乎 就是民主自由 人權 台灣跟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樣 所以台灣有可能選出 你不喜歡的總統 台灣有可能選出 你不喜歡的政務官 台灣有可能跟全世界交朋友 這些東西幾十年來 你至少要認識一兩樣 慢慢認識一點 但是這二三十年來 他認識哪一樣 我是沒有看到任何一樣 或是他到後面講的互相妥協 到底妥協哪一樣 沒有 他的唯一妥協就是 但是如果是他喜歡的人當總統 他就可以少演習一點 他就可以少打壓一點 所以他沒有認識你任何 他並不是說他不喜歡的人上的時候 我一樣 因為經過了三四十年的互相交流 我知道了 也有可能我不喜歡 沒關係 那就政治歸政治經濟歸政治經濟 長州委員你要求中國太多 你要求習近平太多 他連他自己的人民都不認識 他的人民不要清零 他照樣清零 他的人民不要封控 他照樣封控 他人民讓他不能夠在這個時候 漫無目的的解封 他照樣解封 對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如果國民黨在這個時候 因為我看到朱立倫跟馬英九 都一直在講說 他那個時代 至少可以回到十年前 中國不要對台灣打壓 能那麼用力等等 你要想一下 那就是中國希望你做的事 就是未來你們只選我喜歡的人 這就是他要的 所以你沒有讓他認識你一點 他讓你的民主成為 永遠只選他喜歡的人 你就民主就沒了 來朗東來補充 對啊 帕偉爾他才剛當選兩天 先打電話給澤登斯基 再打電話給蔡總統 然後在談話過程當中 包含推特上面 他在英文是這樣講 他是說是President of Taiwan 直接稱呼台灣總統 然後這一則後來 在昨天的時候 已經破出來 蔡英文是用轉推的方式 這顯示說蔡政府很穩健 他不會說這個捷克的準總統 還沒有發布這個消息之前 他就先轉 那其實外媒已經說了 這個消息其實已經有走漏 說中國有給他施壓 結果捷克的這個總總統 帕偉爾是不為所動 那你想想看 照這些什麼克文哲 三角形的一個說法 還是國民黨說 我們不要去做旗幟的說法 他應該裝沒事 台灣離他很遠 而且捷克他人口一千零五十萬 也不是說什麼大型的一個國家 所有國民黨這些 所有的小國 B站的理論 套用在捷克上面 完全無法解釋 為什麼他要先打給澤登斯基 然後再打給蔡英文 合一合一的解釋說 他們才瞭解到現在的局勢就是中國跟俄羅斯一邊 民主國家北約是一邊 如果民主國家不站在一起共同去捍衛還要去聽信共產黨的一些胡說八道的話 那基本上就會被逐一擊破 打完烏羅斯打完烏克蘭打波蘭 打完波蘭之後就打捷克 所以後來說帕偉爾他有個特色是什麼 他跟蔣經國一樣 是加入過共產黨的這個軍人出生 所以他們在年輕的時候 四歲的時候 那時候是加入共產黨 後來三十三年前已經退黨了 一路上當軍人 然後到了北約的軍事委員會主席 所以他自己加入要更瞭解 你跟共產黨講一些什麼談判 什麼話 都是屁話 為什麼說都是屁話 你我將金門酒廠這件事情 你不要以為金門酒廠過去什麼反共幹嘛 二零二零年 他直接用簡體字 他宣傳成這樣 加國同慶 在這就是什麼叫 加國同慶 因為那時候中秋節跟中國的國慶 十月一號日子差不多 他想要賣去對岸 他要賣中國 就去慶祝中國的國慶 原本金門酒廠在整個創立的時候 是以反共為主體的 結果現在就去慶祝共產黨的國慶 這個就是兩年前發生的這個事情 結果發生的事情 九十天前要進你就直接進 沒有任何理由 所以你現在說 陳玉珍很開心 去見了這個宋濤 還見了這個什麼 國來辦的誰 被他們放在他們中國臺灣的這個統戰網站上面 所以我認為是說國民黨你不要再聽信他說 哇這些意見 事與小會 他要進不進都是一念之間 你如果聽信他這種謠言 然後斷絕了跟西方國家跟捷克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的話 其實反而讓台灣陷入更危險的境地 可是國民黨的思考不是這樣 我打個岔就是 這不是我的專業 這是因為這個講的一定會被剪掉 可是我還是忍不住要推 因為很多人都說 你看其實不是陳玉珍的功勞 不是陳玉珍的功勞 之前聯合報局已經登 就本來就要解禁了 只是順水推桌給你做人情而已 重點是先去的是洪秀柱 所以有很多民族也講說 你看中國現在就是在押保洪秀柱 希望大家去 押保洪秀柱 對 先給洪秀柱 我說你笑死 你不要政治評論員的飯碗丟了 不是 洪秀柱你是 你是自己國民黨自己 你押保洪秀柱自己把他拉掉的人 所以洪秀柱 共產黨 國台辦那種東西 台灣根本像樣一點的人 都不敢過去 只有洪秀柱這種人 他才去醜人都作怪了 老實講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有事 為什麼日本有事 現在變成台灣有事 北約有事 因為全世界都已經體認到說 烏二戰爭 好 光講供應鏈好了 全世界受害 台海戰爭 全世界也會受害 所以大家要救台湾 现在全世界流行的 就叫大家救台湾 我补充一下 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在哪 两岸是我专业 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两种人 两种态度 第一种真正懂的人 去美国 去华府 说一套 在台湾做一套 去讲的语言 跟民进党的所有官员 跟专家学都一样 这种人叫朱立伦 这种人叫江启臣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连美国都不敢去 去美国是募款 这种人叫草包 这叫红袖柱 这叫做韩国瑜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国民党的政治算盘 打得非常差 为什么呢 每天都希望陈云林 张志军 未来的宋涛来 但是对于人家的参议 众议院议长 这种却采取抗拒的态度 众议院议长是人家 三位 国台办主任 连中共的中央委员的 候补委员都不见得是 所以说国民党 宁可把这些人当钦差大人 看到国台办主任 跟副主任来 好像看到自己祖国的长官 第三个是什么 敬言那不叫对话 那叫接旨 简单来讲 国民党喜欢被叫去 让国台办主任给你下圣旨 或是说这叫什么呢 训话 最后讲的 宋涛现在想什么 宋涛最近动作很多 要的目的是什么 人家现在需要业绩 宋涛有虎狼之心 但是他看到之前 几个国台办主任的下场 所以现阶段 国民党自投罗网 宋涛就是希望你这么做 这个业绩给谁 给宋涛 好让他对习近平有交代 所以搞了半天 教我捏两岸关系的老师们 你们比我还了解共产党 结果你们现阶段 告诉国民党高层的 真相的勇气都没有了 来玉山哥来做补充 这桌像陈玉珍去 还是这个红袖住去 他就是要拿到中台立而已 中台立 他以后台湾的东西找这中台立来 出出一个来 可以 来 你看台立什么东西 开桌都可以 不输了 玉母民拿到分 同样的 阿丁你买什么疫苗 都开桌 这个业绩是在 赛龙家买撒网 同样的 我们台人撒网 就叫洛龙姐去买就有了 所以现在说 他叫说什么 丁街培洛西来 押很多麻烦 不要跟什麽 不可以来 以前蓬佩奥来 也问很多 如果川普买来 不是 不然整个名堂都给你们开了 国民党名堂你开了 看要开王富林 或是要开习近平 或是要开宋韬 都让你开 反正台湾人 做朋友 大家来都放地 泡地 要喝酒都可以 看要怎样做 反正大家来 不就说 我们家要求什么人 起来 甘邦家买说 这个怎么不可以来 不就那些事情 要来 大家都聚会来 阿玉英纪 你好像做台湾的总统 你既然 可以说 人家众议院的议长 要来 你说 你们可以来 你们可以来 你实际上 闹起了你 人家说 有出团了 我们一个家族 或是国家 我们都要有自己的出团 我们干嘛 要看人家的脸色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成为 更有自信 不要像 马英九那样 动不动就说 我们先看看 他们要不要 先看看他们要不要 我们不要当这样的国家 再来讲 内阁改组 通常你都是要看 一段时间之后 那你到底 有没有做出成绩吗 你这个发条 有没有在这个 轨道上面 对不对 蓝营换谁 都有意见 我们其实不意外 但意外的是呢 他们现在已经是 把内阁人士 当作选战的议题 在做操作 在打了 说爱钱这件事情就好了 赵少康爱不爱钱 他如果回答他不爱 那请把中广交易案 不当得力 你把它投出来 王鸿威呢 他爱不爱钱 议员选赢了 领了议员的选举补助款 又去选立委 再领一笔立委的选举补助款 还有是前行政院长江一化 你说他爱不爱钱 他是这个样 他借掉去领薪水更高的 隔魁的薪水 陈建仁是不一样的 他是从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员 借掉为隔魁 可是本来薪水是比较高的 他现在当隔魁之后 工作变多了 反而领的钱呢 少了一二十万 谁爱钱 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明天同一时间 索尼新团加油 我们再会